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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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片之前 記得點贊、分享、訂閱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幾時有新片就可以馬上看到 馬跪殺科戰 同時也是練馬斯爭霸的新死戰 結果 季內大部分時間領先的五盤子 公敗垂成 在今日沙田殺科戰 被呂健威贏四場後來居上 呂健威累積以七十比六十九邊 擊敗五盤子 成為今季的冠軍練馬斯 也是他職業生涯第一次奪冠 至於五盤子可謂衰敗猶榮 他今季只是第二季開倉重練 長時間領先練馬斯榜 旗下馬長跑長有 逢出必拼 殺科日排面不強都起媽 最後只是輸一場頭馬給師傅 成績對得住所有支持他的人 今季練馬斯爭霸戰 令人想起2013年殺科戰的菊草野馬 葉楚行憑美長營勁飛翔 超越高東尼豐煌 還有只有一年的沙田殺科 當時方家柏串一中三圓 最後以一場亞軍之先 棄走原本帶頭的蔡若翰 成為當季的冠軍練馬斯 賽果也是經典到不經典 說回五盤子 今天開局好過呂健威 他在沙田王分賽第二場贏美麗第一 這隻馬上星期四在菊草搏輸了 今天衝出轉戰沙田 並且換巴道 結果馬上保重 為五盤子取得關鍵的一輪 也可以看到五盤子部署功夫度假 去到第五場贏了初戀 埋齋起碼 當時賽後 他是領先中呂健威三場頭馬 反觀呂健威 跑完第六場還在吃白果 殺科日跑了一半場次都還未贏馬 五盤子在那一刻 可謂形勢大好 包括他自己 和他馬防的團隊 都對奪官充滿信心 不過呂健威下半場排陣真的超強 出馬每隻都是老虎 而且最強的幾隻不是由潘頓 就是由布文拆騎 絕對稱得上是人強馬狀 呂健威擺出一副 隨時後來居上的真命天子姿態 與此同時 潘頓亦都好幫到手 他由第七場開始 幫呂健威連中三軟 頭馬包括搖搖領先 閃聖輝王 和包裝天長 一口氣追平五盤子 兩大主角同時累積69 win 跟手跑到第十場 奇蹟基本上已經出現了 事關呂健威當時有好勁力跑第二 變成以多一場的亞軍 領先了五盤子 尾場這對爭冠連馬師 來個正式的埋身肉搏 呂健威的手機標霸 令壓五盤子的瑩然威風 手機標霸已經把瑩然威風拋掉 外面同樣美麗 結果是手機標霸贏 呂健威從年以來 第28個馬桂 終於 終於 贏到冠軍練馬師 這個補助 鬥到最後一戰 一兵一出 前面已經透出 就是這隻手機標霸 十科戰俠計出十隻 贏了四場 全季埋單齊頭贏到七十場頭馬 以一場之先力壓五盤子 師傅贏徒弟笑到最後 個人從年第28個馬桂 終於首次勇奪冠軍殊榮 成為香港2023至2024年度 馬桂的冠軍練馬師 絕對可以替華人爭光 敬馬亦都要向他講一聲恭喜 會不會說是你從年以來 最值得紀念的一天 是的 一個練馬師得到冠軍 真的不容易 而且今天我們鬥到最後一場 才知道不得勝負 真是很激烈 多謝家人 因為其實我們做馬桂 時間跟平常不同 覺得今次贏的關鍵是甚麼呢 關鍵是 我也找到好騎師幫手 還有一些年輕的馬 他都表現得出 甚麼展望 下一個月有甚麼 希望年輕的馬 繼續經過暑假 恢復好些 下季再進步些 希望有些大賽都可以參加 除了冠軍練馬師揭曉之外 今天薩科賽後 包括冠軍騎師 最受歡迎馬匹 高東離獎 和最受歡迎騎師 結果分別由 潘頓 浪漫勇士 鍾逸禮 和賀澤耀奪得 當中 潘頓在開賽前 有關聶寶琴騎法押後言訊入面 終於可以全身而退 沒有比競賽小組叛乏 小組最終接納潘頓的解釋 只是高階潘頓 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要盡力拆騎 為助騎爭取最佳名次 完成了這件事之後 潘頓一落場 第二場不是人敢品 第三場贏桃花多 第五場贏初戀 而第七至第十場 再分別勝出 遙遙領先 蟬盛輝王 包裝天象 和競進飛翔 轉一騎十隻 贏六場 全季埋單勝出130場頭馬 個人 第七次登上冠軍騎師寶座 目前在香港累積1740場頭馬 下季他的忠敬目標 相信是要打破偉達在香港重騎 贏1813場的紀錄 現時只差73場 估計破紀錄指日可待